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到海洋广场走走 周末这里有海洋咖啡与沙发趋兴了不少市民与游客到现场拍照打卡 画面上这个地方是基隆的海洋广场 时尚的咖啡品牌与观景沙发区 在假日的傍晚式营运 吸引许多在地市民与来往的外地游客到此体验打卡拍照 就是可以让基隆再有不同的面貌 像基隆最近开很多新的店 所以我觉得说就是基隆的市容就是越来越好 而且应该可以让更多就是年轻的族群 就是出来有个点可以来就是享受或是来看看 很好 我是特看到社团有人po特地来的 我坐公车来这的 从哪边坐公车 暖暖暖暖四驱 对 我是当地人啊 然后就带朋友朋友来 是不错啦 可是我觉得蛮少的可以多几节 港湿还蛮漂亮 基隆港湾漂亮 我们觉得这个尝试是蛮好的 然后应该说这三天四云下来 其实让我们非常有信心的 对因为我觉得基隆的当地的居民 其实好像都蛮起 就是这个店好像带来一个新的东西 对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有超出我们的预期 比如说星期五的话就是本地从台北就是回家的那个 就是本地人 基隆人 然后再来就是外地的话 这两天就是比较多的外地人 比如说刚刚有从淡水来的 然后因为他们会来这边寻找那个鲨鱼什么3D的那个东西嘛 对我记得基隆人 因为我不是基隆人 所以对对对 所以其实六日的话是外地人居多 那礼拜五晚上的话 六七点很多散步的基隆人 对 PARA其实我们 其实很简单啦 我们就是希望说 因为我们有跟那个艺术家朱成为合作 就是他是新锐艺术家 他的就是我们希望把他的微笑也带给大家 对就是其实就是希望大家找回微笑 因为这几年疫情嘛 所以扣下口罩之后可以找回大家的微笑 所以他叫做海湾微笑咖啡 业者表示在海洋广场市营运的结果 超出他们预期 吸引许多民众点杯饮品 或是抹茶双麒麟 在此休憩 最舒服的时候大概就是五点过后 凉爽海风吹来 山海港景互相辉映 让人沉浸在基隆港湾的黄昏美景中 基隆市文化局今年夏天首度在海洋广场尝试推出海洋咖啡 也逐步落实市长谢国良希望增加在地消费的构想 市长谢国良也希望结合品牌来共同提升城市的质感 期盼将海洋广场打造成更具港湾特色 充满火力迷人的新地标 您知道真正好吃无负担的古早味豆腐乳怎么做吗 中山热林学习中心特别邀请到林丽华主厨 分享制作豆腐乳的诀窍 主拜的智慧做豆腐乳的时机就是暑假 自然发酵三个月后就能品尝 做豆腐乳的成败在米酱与豆腐脚 主厨林丽华将精心照顾四天的主材料搬上桌 一步步分享制作豆腐乳的诀窍 做豆腐乳的秘诀第一个你的豆腐来源 豆腐脚的来源很重要天然 然后用太阳这个时间点 就是刚好在端午节跟秋分这段时间 是最适合做这些腌制类的东西 你可以加甘草你可以加化霉 对然后凤梨你要多一点你就加很多凤梨 让凤梨的酵素在豆腐乳里面产生很好的质变 然后这样的发酵 那个东西其实是最到位最天然的 秒杀的豆腐乳做法全公开 只要愿意学愿意做就能品尝到祖先的智慧 让祖孙这样子的一个互动 可以感觉那种古早味 然后小孩子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互动过程 真的是让这个豆腐乳增添了一种甜蜜的滋味 今天这个课程很好的校长很高伴 导致我中文也做 从来第一次的第一次 今天有吃到够了很高伴 有这个机会可以跟很多奶奶学做豆腐乳 真的很开心 做豆腐乳回家给爸爸吃 原来豆腐乳是这样子发酵过程的 我很开心可以跟奶奶一起做豆腐乳 孩子们将豆腐乳壮观的秘诀 以定格动画的方式呈现 创意十足让人眼睛为之一亮 在一个万里无云的日子 有一个瓶子跌倒了 里面的东西散落一地 与美食共普温馨时光 透过祖孙共学 情感连结更加深厚 同时也传承了美食的记忆和文化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青农二代与敲山声团队 将美学搬上桌 运用当令食材与在地农产 打造缤纷野食令人实质大动 搭配专属的甜点开发 让消费者与这片土地文化有更深度的连结 缝首前小黄瓜还有这三斤重的甜笋 可以蹦出什么火花呢 绿竹园山鼠农场的小花 将自家农场出产的作物制成蔬菜饼 搭配研磨出的黑豆酱油 将蔬菜的鲜甜提饮而出 可以吃到在地的蔬菜 还有口感就是很清爽 里面有用的自己种的果手瓜 然后还有那个小黄瓜 还有自己种的小黄瓜 还有这融入鲜甜竹笋的汉堡肉 先煎 后蒸 再烤 入口即化 好美味 用蒸的主要是让里面先完全熟 然后之后我们现在还要再做一个烤 味道很清淡 然后口感也是还可以咬得到 里面的蔬菜的脆脆的 蛮适合夏天吃的 很清爽 而这田龙笋可是产自自家农园 跟着农场主人陈寺福陆山区 体验亲手栽笋的热曲 这个很多啊 你看 这边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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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 这边也有 很多啦 这个现在刚好是出产期嘛 对 找这边弯弯的 用力把它压下去 没有声音就断了 有一点声音 脆脆的声音 好 没有声音了 好 来 一根了 很棒很棒 而且这里真的很舒服 整个竹林啊 风声啊 鸟叫啊 敲山声团队以竹子当容器 制作吹蒸出的笋子饭 选用水月农庄自然农法栽种的稻米 与笋子交织出鲜甜的吼滋味 很好吃哦 因为我的栽碗比较好吃 栽碗 与敲山声青农 共同设计研发的食农野食 融入美学艺术 还以自家酿制的蜂蜜 制成饮品 庆人心脾 在丑民鸟叫的大自然交响乐陪传下 品尝七度的山产美味 感受这片土地 文化的连结 与生活的美好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近期有许多民众向市议员反映 家中自来水出现色度上的变化 虽然水公司一驱处表示 因为久旱不渝 导致基隆河水色度出现变化 水质经过过滤处理 没有问题 不过议员们还是相当忧心 因此安排要到水公司进水厂来考察 近期有许多民众向基隆市议员反映 家中自来水出现色度上的变化 甚至暖暖区民众更反映自来水有异味 虽然水公司一驱处表示 是因为久旱不渝 导致基隆河水色度出现变化 水质经过过滤处理后没有问题 不过基隆市议会议员们 还是相当担心 自来水公司都把它归罪于天空不下雨 所以没有水 其实有很多事情他们没有彻底的来做检讨 我们的基隆河沿岸 很久很久都没有做整治 都没有做整治 所以坚冠 如果有队下跪的人都有看 看到这边的轎轎 弯弯转转是枯水 都没水了 为什么是这样 因为他们没有做好这个互案的一个整治 最主要不是考察这个环境 最主要是针对于水公司的业务的内容进行 那是不是就直接去暖暖的驱处 听报告就好了 反应最热烈大概就是我们暖暖区的水质 那我们暖暖区其实是从暖暖进水厂出来 是在第一驱处 那我们直接在驱处 请那个驱处的处长或是副处长做报告 然后我们现场去考察 顺便我要 我看可不可以医师组在那边联络 我们进那个禁水厂去看一下 到底是从哪一个禁水厂出现状况的 而不是说说暖暖的话 我们就去暖暖 我就希望说能够知道 是哪一个禁水厂出现这个 这样的状况 我们去那个地方考察 安乐 信义 仁爱 我们这边 甚至中正区 我都有收到民众来反映这个问题 所以新山厂那边应该也有可能有状况 所以他们两位厂的 就是上官同仁也到现场来说明 跟讨论我觉得会比较完整 到底中央在整个基永河 他有输进过吗 没有 一定没有 然后我们曾经也就希望能够做南河宴 除水 以后未来缺水的现象会很严重 可是到现在我们当的六届 从来没有看到他好好的在基永河输进过 基永市议会议长同志位也支持议员们的提案 在8月14号市议会召开临时会时 安排到自来水公司一区处的进水厂考察了解原因 那最近我们基永市发生的这个水质水源自来水相关 不管破管还是水质的问题混浊 所以我们很多议员提案 我们要来去自来水公司进行考察 那我想我会请议事主来安排相关的一些单位 包含自来水的进水厂等等的 我们来请自来水公司做简报给各位议员 那我们会要求市政府建立好一个平台沟通 不管是国营事业这个相关的事业单位 还有跟市政府的合作模式 我们接下来会一并的好好的来要求 所以自来水公司我想会请他们特别来准备好 让我们跟我们的市民做交代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基隆市政府和永胜公司签订的 废弃物处理BOO促餐案契约 因为合约期满不再续约 基隆市议员在预备会上就担心 可能会爆发热色大战 因此市议会要求市府在8月14日 市议会召开临时会时 向市议会报告要如何处理 基隆市政府和永胜公司2004年签订的 废弃物处理BOO促餐案契约 因为合约期满不再续约 基隆市议员在预备会上提案时 担心指出如果没有处理好 是否可能爆发热色大战等问题 特别是热色烧完后的抵扎处理 因此市议会将要求市长和市政府 相关单位在8月14日市议会召开临时会时 要向市议会报告清楚 市政府将会如何处理 基隆市以永胜公司所签订的所谓的 所谓的儲藏法就是BOO 最终处置掩埋场 这个在7月16日已经也中断细业了 未来基隆市整个未来垃圾所产生的 非杀与抵扎市府如何的处置 那有没有哪个县市愿意接受我们基隆市所产生的 非杀与抵扎 未来若是往外县市送的话 我们基隆市的财政又要负担多少 所以说希望这次在大会的时候 能够请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能够详细的报告 以上 我们肯会议员提的一样 因为最近就是市民非常关心我们的那个 市府最近最大的新闻就是BOO一案 就是已经合约到期了 那我们接下来基隆市的抵扎跟非会到底要何去而从 那处理机制是什么 希望可以由基隆市政府跟我们大家来说明一下 我想其实议员的提案跟议员关心的议题 就是市民提出来的问题 那我想我们非常多的市民最近看到新闻提出意见 就是怕我们接下来会不会有垃圾大战的问题 或是垃圾何去何从的问题 我想我们这次报告事项也特别有议员提出来 有几位议员提出来 我们会请市政府做妥善的报告 然后也让市民朋友都可以知道 跟理解我们市政府接下来会怎么的安排 那我想我们市议会就是一个市民提出意见的一个平台 那我们也会好好的要求市政府做负责任的报告 而且是有实际上会发生的内容跟状况的一个说明 让市民朋友可以清楚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表现出爱有千种表达方式 在基隆大大小小的故事里 是否让您感受到基隆是个处处有温情的城市呢 美丽基隆影片征选及摄影比赛活动 在今年已经迈入第六届 分为影片征选 摄影比赛 总奖金高达29万元 现在就拿起您手边的相机或手机 发挥创意 透过镜头记录属于基隆的友爱城市 充满爱 触动人心的故事吧 详情请驾 活动官网 民国97年才开始启用的 慈云寺大碑殿中 供奉了由中国名师 许席于精心雕刻的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千手千眼观音菩萨 为尊四面佛祖 雕工极为精细 信众参拜完大雄宝殿后 不妨进到大碑殿 一窥四面千手观音菩萨的独特样貌 你的条件很符合公司的需求哦 下个月可以来上班吗 老板 你刊登的直缺写薪资免疫 请问是多少钱呢 薪水是 等等 公主开的薪资不到四万元 依法应公开薪资范围 只写免疫便衣公司规定 都是违法的 还有还有 求职方便 请注意 三要七步 要陪同 要确认 要存疑 不缴钱 不购买 不办卡 不签约 证件不离生 不饮用 不非法工作哦 基隆市政府关心您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次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脉动 欢迎锁定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次回来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基隆市政府重启市长与民有约 陪同陈情仁参加第一场 市长与民有约的市议员蓝敏黄表示 他在议会中向市长谢国良 建议希望能够恢复与民有约 因此很感谢市府重视民意 让民众能与市长有直接面对面沟通的友善机制 市长谢国良与纵发处长林立禅 仔细聆听议员与民众的建议 画面中是市长谢国良上任后 举办的第一场市长与民有约 在市议员蓝敏黄的陪同下 两位陈情人分别向市长谢国良 提出人行道整评的建议 以及青年创业的问题 市议员蓝敏黄表示 他在议会中向市长建议 能恢复市长与民有约 感谢市府重视基层民意 非常高兴今天正式来参加我们谢国良市长 就任以来的第一场市民有约 那我想市民有约是最好的亲民政策 过去我担任议员期间 许翟立前市长张东龙市长 在这方面办得非常的成功 那非常可惜林优昌市长上任之后 就把他取消了 那八年来很多民众在投诉无门 所以谢国良市长上任之后 我马上率先跟他建议 也非常谢谢市长的人心 马上答应来举办这个市民有约 那我们今天刚好有一老一少 年轻人关心的是就业的问题 那么年长者 他关心的是七楼整平的问题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基隆市政府 未来要去努力的方向 这是小爱爸爸上任以后 第一个与民有约 那也正式宣布与民有约 已经正式虧违了八年以后 我们恢复了 那我这个要感谢我的好朋友 我们蓝敏黄蓝议员 他在议会建议 其实我那时候听完以后 我虽然马上答应了 但是我们其实是盘点了一下时间规划 因为这个要经常性的来服务民众 但是呢 我觉得能够排除一些时间 然后能够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些市政 真的是很开心 今天的许阿贝 我们谈到了一一路信六路左右 地区的这个人行道的一个问题 然后呢也提到了 鄭博文年轻朋友 在基隆的清创如何加强的问题 那我觉得这些都是 非常正面的一些讨论 那我们也都记录下来 未来会好好的这个来落实来执行 那也每个礼拜以后 都会有与民有约 来跟各位好朋友来 市民好朋友来讨论 那当然有约以外 要希望能够帮得到大家 能够落实得了大家的需求 我觉得才是真正一个有意义的 与民有约 市长与民有约 在市府后动的一楼会议室举行 纵发处表示 未来市长与民有约 将于每周二下午五点到六点半举行 民众如果有陈情的需要 可以带个人身份证 并备妥陈情书 到市府的服务中心登记 记者黄日生陈淑平 基隆报道 基隆有近五层房子 屋龄都超过三十年以上 为了要加速都市景观改善 以及都更为老推动 金融市政府推出 融机转移双轨制与三革新 希望有助于老旧建筑改建 市融改建 金融市近五层房子 屋龄超过三十年以上 市政府推动为老更新发现 金融市融机已转门槛过高 导致2012年以来 金融市只有二十八件的申请案 观察到历年的建造核发数字 真的有下降 所以我们在四月就提出了 一个审查制度的一个精进 现在看到效果 但是我们发现 还有很多很多的部分 在开发的部分 我们必须要面对 我们还是得解决 所以我们今天就针对融机移转 这件事情来提出解决之道 市任府推动融机移转双轨制 未来接受基地除原本 已经捐赠公共设施保留地 取得移入融机之外 新定定折角代金方式办理融机移转 谢国梁市长 上任以来 就责成我们都发处 来进行相关的精进的措施 对于基隆的投资环境 还有就业市场 还有都市景观改善 以及都更为老 表达了相当高度的一个重视 那未来呢 会接受基地除原本 以捐赠公共建设保留地 取得移转移入的融机外 本次呢也会新定 亦得以折角代金的方式 来办理融机转移 我们期望能够在捐地 还有代金双轨制的进行下 加速取得公共建设保留地 促进市容环境的提升 目前来讲 他必须开发商 他必须要去买公保地 那他可能要去没 他要去找这些公保地的地主 那完了以后 可能我们市府内部 还有各个公共设施用地的主管机关 那他可能要去清理他土地的 一些相关的权利义务 如果他有地上权或等等的 那这些实诚依照过去的经验 其实都非常的耗时 也导致说开发商在申请融仪上 他们比较没有这样的诱因 那我们这一次推出的时候 我们也希望 虽然我们刚刚讲的是说 至少一半以上 可是如果你愿意全部来申请 用代金的部分来申请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那最主要就是说 未来只要这个申请人提出申请 我们就会委托三家估价师 去做这个估价的部分 因为代金透过估价来做 这样试价的一个审查 此外市府推出了三项革新 包括透过降低申请融机 旅转的门槛 鼓励多更及围绕 并开放工业区等方式 促使融机转的申请 变得更简便更亲民 所以希望透过这个 目前有都更的机制 或者是围绕的机制 要我搭配一些奖励 来做促成这样的更新 但是除此之外 在都更围绕的部分 在推动的时候 其实如果能加入 申请这些融机移转 更能促成这个都更围绕 这个能达成的这个美意 那第三个就是我们市政府 市长非常重视这个就业 希望创造这些工业园区 有更多的这个投资 然后吸引更多的这个就业进来 希望未来能够更好的产业环境 让基隆人能够在我们在地就业 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的机会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提出来 开放工业区也能够融机移转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那整套的机制 这样子看起来 我们也能够取得一些贷金 也就是在财政的负担上 我们能够一并的来开辟公共设施 让除了优质成长 我们也能够开辟公共设施 继今年4月 市府将开发审查流程简化之后 又推动融机移转双轨制和三项革新 希望加速基隆都市环境提升 记者黄绍铭基隆报道 台北市政府推广跨域观光旅游 整合北市及邻近都市的热门景点场馆 多元交通工具及商圈购物优惠 推出北北基好玩卡 8月全面升级 还把范围扩大到桃园 迎接暑假出游热潮 台北市观传局 携手新北桃园基隆跨域合作 推观光旅游 邀请国内外旅客来北台湾创造 夏日美好回忆 民国106年起 北市推出北北基好玩卡旅游票券 整合台北市新北市及基隆市 热门景点场馆交通及商圈购物优惠大礼包 近期更是加入桃园 让跨县市旅游更热络 那大家常常夏天都觉得说 我就是要去好山好水的地方 可是却不知道 其实台北就 北台湾就有好山好水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是来放送 我们的好山好水 其实这样的一个合作 从106年 北北基就有一个好玩卡 那现在大家知道7月1号以后 又有北北基陶的都会通 也就是说在交通上面 这四个县市 你等于是一票到底 就可以畅行无阻 大家都知道大永猫是哪里 大道城 永康商圈 还有猫懒 所以最近大家都知道 我们有一个猫乐洞 猫洞乐的券一日票99块 猫懒跟动物园 也卖得非常好 一个观光绝对不是单玩一个鬼 它一定是一个区域观光 那所以呢我们在想说 这个观光客 从这个桃园机场一下来之后 通过我们的桃园市政府 有这个完善的这个机场 一路我们这个到了我们这个 台北新北还有基隆 那其实它是一个区域 区域带的这个旅游地带 那除了这种台北市 刚才讲了非常多的 他们现在目前在推的活动之外呢 那其实我们新北也推了蛮多的这个活动 包含我们警戒要下来的就是 我们这个亏为三年 已经停办三年的这个 国际公僚国际海洋音乐季 即将在八月初开始 那紧接着呢 那其实我们在整个这个新北 其实有非常多的海岸观光线 还有山 那海岸大概有145公里 那山有大概80%是潜山 所以在山海的支援是非常多的 包含我们这个整个北海岸里面 我们有这个文明的深奥铁道自行车 那从我们的暑假7月1号到8月底 这个有新这个我们的心愿7月7夕 大家再办 所以所以欢迎大家来这个 我们的深奥铁道自行车来走 那会提供除了现在今天 在现场我们桃园馆 新北馆以及我们台北馆 给大家的优惠之外呢 以后唱完基北北桃 还有新的优惠喔 现在都在努力当中 那包含这个 我们新北特有的这个 青春三海线的这些品牌呢 桃园也都不会落人后 努力的加入 刚刚有说的 这个台北的好玩卡呢 桃园一样不会落人后 努力的加入 更重要的是呢 今年在8月11号到10月15号的时候呢 延续整个夏日的风情跟夏日的活动 我们桃园呢 有推出这个世界客家博览会 有相关多的这个 绝无极有的这些客家风情 跟文化让大家体验 在非常炎热的夏天 我们也有非常多提供免费吹冷气的场馆 所以说也有非常多这些免费的场馆 在桃园我们客家世界客家博览会 举办期间 有我们的世界馆 台湾馆 还有非常多的这些客家的这些负载馆 那包含我们 传统客家文化里面非常重要的 我们的书法艺术 在我们的恒山书法馆里面 也可以去体会 西隆在 今年也推出一系列的夏季活动 那我们在7月22号就开始启动 包含我们 有一个全国性的街舞大赛 那以及我们 系列的海洋活动 朝近海湾节 朝近海湾节的部分 包含市集音乐会 还有我们最知名的鎖管季 除了搭船搭飞机到外岛之外 最方便的选项就是到我们基隆来体验 那个鎖管季的活动 也欢迎各位朋友 可以拿着北北基好玩 北北基好玩卡 一起来倡游我们 好山好水好海洋 台北的大刀城夏日节 仍持续热闹进行 烟火秀璀璨河岸 还有专属游船行程 另外像是公馆自来水园区 大家河滨公园都推出细水行程 各区因应夏日都有特色活动 欢迎民众来享游夏日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还牛 airplane 就是这个里面 Taylor 曾国倡浅 我是赶紧 Creek 尹电街